你不想嗎? 你想要Message 接著要Tag你的另一半 Hello 大家好 我是Mio 我是Tip 我們又來講珠寶啦 很多朋友都會問我家裡有什麼珠寶 就是一個Essential 一定要有 長期都可以用到的 我經常都會說是Curbed Chain Curbed Chain是什麼呢? Yoyo Hip-Hop 戴的那種很Chunky的頸鏈 有一種霸氣的感覺 但因為已經存在了很多很多年 最近我發現了有一個把這個Classic的感覺 有一種新鮮的感覺 我也覺得很適合現在年輕人可以經常戴的 collection這個設計 所以就想今天在這裡介紹給大家 平時Curbed Chain是很男性化的 不過這次這個collection是very feminine 很適合女生戴 這個系列就是Emphasis 和Annaise Jordan的一個新的collaboration 兩三個星期前摸到整個collection 看到實物就覺得很漂亮 不如先告訴大家Jordan這個品牌吧 那其實Annaise Jordan就是Annaise Mac Founded Brand Annaise Mac其實是一個香港的設計師 在2015年的時候已經 Nominated as a semi-finalist 這個LVMH Prize 在巴黎時裝州有一個official calendar 這個 calendar沒有任何本地的牌子 是on this list 而Jordan是第一個 有屬於自己在巴黎時裝州行show的一個designer 簡直是為講真光的一個牌子 而Emphasis就是香港有五間分店 金鐘太鼓廣場 海港城 沙田新城市 又一城 以及IFC裡面都有專門店 這個牌子是很cash to my eye 他們的design 很勇於去嘗試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 fine jewelry牌子的設計都比較保守 型格而不失優美一個牌子 我之前帶過他們的首飾 就是一個用black diamond做的戒指 我覺得我很喜歡 我告訴你 Annaise Jordan和Emphasis 兩個牌子 其實他們的理念都很相近 都是在說如何忠於自己 勇敢的自信 令到他們獨特的靈角 成為專屬的氣質 而且Annaise其實很喜歡 她經常強調女性的美 從她的衣服的設計 到她這次的Julia Collection 其實都是想突顯女性的美 和她們的自由 究竟有什麼明星 是有穿過Annaise Jordan的設計 我知道 Bel一下 首先我們印了整個列列 是這些有穿過Annaise Jordan 衣服的一些藝衣服 香港的例子有陳奕迅 阿徐 台灣的有蔡依林 去到韓國的有泰妍 去到外國厲害了 Ariana Grande Bella Hadid Gigi Hadid Lord 還有Naomi Campbell 你已經知道 這個完全是一個國際認可的品牌 我們先說說這次的設計 它這次的設計 twist了之後 其實無論是男生還是女生 Unisex都非常適合 平時的curve chain就是這樣的 大家已經看到過 但它這次的設計 裡面是加了一個barbell的設計 全部都是人手去轉孔 然後逐顆逐顆箱進去 在一個classic design裡面 加了barbell 可以說是classic with the twist的感覺 接下來就是情人節 講一個情人節的angle 所以告訴大家 如果大家想入手的話 有些什麼是我們推介給大家的呢 今天特地找了我老公過來 看我們翻譯 說個hi 嗨 好 回來 人肉ATM 這個系列裡面 我自己很喜歡的設計 就是它的戒指 超級漂亮 平時curve chain很少可以做到戒指 curve chain也是鏡鏈 通常都是鏡鏈 但現在它有一個curve chain的戒指 我覺得很漂亮 超級漂亮 大家可以看到 因為它是fine jewelry 我這個真的是白金加鑽石 它這個是黃金加白金一起做 超級漂亮 而且它也有粗幼之分的 你猜我這個多少錢 多少錢 1200 不 12500元 真的嗎 fine jewelry 怎麼會1000多元 這個12500元 然後這個是14500元 因為這個比較粗 但是這個帶轉 所以技術其實這兩個差不多了 少少 那我這個呢 你這個跟我這個一樣 你這個是14000元 但如果它粗一點 是會貴多1000元 而且我覺得這個設計 其實是超可以everyday wear的一個戒指 它又不會凸起 又不會令你的日常生活都不舒服 而且它戒的時候很舒服 它佩戴的時候 你會感覺到它很舒服 因為它是Cube Chain很多的圓圈扣著 所以可以很貼服在你的手指上 I like it 老公漂亮嗎 原來這隻帶轉的是21500元 而這隻沒有轉的就是14500元 這個不得了 這個這個 這個是怎樣 這個其實跟這個一樣 粗幼度 都是5mm 這個下面有轉是12000元 這個8000元 8000元 對呀 7900元 7900元 這個 它是18K金 它有少少金的 主要是SILVER COLOR 如果兩個一起買多少錢 就是2萬多 還有我覺得它有一個好處就是 它很容易混合和合 就是如果你本身有不同類型的戒指 結婚戒指 混合一個有型的個性 你可以買一隻幼的配結婚戒指 真心覺得很好配的一個設計 真的我自己都會想入手 而我自己都會想經常戴的一個系列 剛剛才有個朋友跟我說 想買這個collection 它是很有國際感 即是有一種international的感覺 這個系列帶出來的感覺 又或者在情人節的時候 大家想買禮物給老公 或者是想情侶妝的話 或者是老公派東西給老婆 對 老公給老婆 情侶妝的話其實也不錯 因為她在戴帽子 我就在戴帽子 完全是漂亮 男女都真的可以拿到 接著我們就說項鏈 這個也很漂亮 戴了有一點Jackson Wang的感覺 curve chain就是 Jackson Wang I love you OK 看看你現在穿什麼衣服 你拿回腳出來 單調顏色的裙子 但是你配上項鏈 立即貴婦感是不是全部都出來了 Come on 然後就像我一樣 我現在就很casual穿着T-shirt 穿着uniclo T-shirt 你有一個很厲害的項鏈 撐上場 是不是立即 其實我們拍了很多集 也有說過 衣服很厲害 尤其是穿著很簡單 casual的outlook的時候 這條呢 它是可以有兩個戴法的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就是直接最簡單的戴法 就是整條這樣戴 那已經很漂亮了 但是它有一個特別的戴法 就是現在Tiff戴著的 這條項鏈呢 因為它是curve chain 它是可以給你twist的 這樣twis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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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即由本身比較柔軟的感覺 立即變得很剛強的感覺 而且這條鏈立即會變短了 好像choker的效果帶 我覺得也是很漂亮的 短了 還有choker的feel 很好的一個設計 如果是太粗的cuban chain 就會看起來太chunky 所以這個戴法 無論是男生或者女生戴 都會沒問題 其實是變了choker的 如果你想變回正常的時候 我們拉直 它還有石頭 我這條就不是全部有石的 只是partially 看到在白金上面 如果有些人覺得全石 可能太高調 那這些有一種Hidden的高櫃在裡面 那究竟這條多少錢呢 我猜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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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萬元 6萬元 7萬元 8萬元 9萬元 不要猜了 有石 10萬08元 你那條呢 沒有石 5萬9元 有石 就6萬5元 而且如果大家近一點看看 其實它的細節是做得很好 因為那個扣是黃金之外 那個barbell其實是白金 那就可以做到一個層次 之後就是講耳環了 他們的耳環設計其實是挺特別的 因為每一款其實有很多不同的戴法 它在戴著這個就像一枝玫瑰的設計 叫未來之花 是Anna Eastrin為這個collection去設計 這個挺划算的 這個耳環是5200元 好漂亮喔 真的好漂亮 老公 老公美不美嗎 我這樣外出行不行 這個五千多元 好 轉頭買了它 好 OK 之後就是我拿著的這個curb chain的耳環了 因為這個curb chain的耳環是有四個不同的戴法 先戴一個OG的方法 OG的方法 好 第一個方法 OK 這個超漂亮的 這個是有石 這樣你另外也可以穿四個一起戴 也可以 另外就是如果你把其中一個扣拔出來 然後穿著頸鏈就這樣戴 又可以 好可愛啊 超可愛的 你可以把右鑽石的臉當作是頸鏈戴 其實我覺得可以買一雙耳環 然後老公男朋友就戴這個 女生就戴耳環 我覺得這樣戴挺甜蜜的 是一個東西 然後你看到它就記得了 那你情人節 是啊 情人節 有什麼搞啊 沒有什麼搞啊 你幫我問他有什麼搞啊 30歲生的 他都沒有送給我 不知道是不是他看到我上次 拍那條片說 要自己買東西 然後他就送給你了 可能上次玩得太大了 作為男朋友或者老公 買東西給對方開心一點 當然 但我覺得也不是那個錢 是那個心意嘛 那你有什麼提示給 在想情人節搞什麼的男士 首先你要知道女生喜歡什麼 一起戴的東西我覺得這樣會不錯 來個心裡有對方 好 幹嘛戴 那當然啦 你不想嗎 你想要戴一整支 然後要戴你的另一半 戴子 戴子 戴子可以多一點戴的 有石 戴子 那他買的當然是買了石的 那剪這個下去呢 戴子 他好像連IG都刪掉了 是嗎 為什麼刪掉了 他說太浪費時間了 然後他刪掉了IG 那我們出了這條片 之後把整條link扔過去給你看 今天這條片就到這裡了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就可以去Check out 這個Emphasis的店舖 他們就會有Annalise 和Jordan的合作 還有記得要Subscribe 這個Channel Like and Subscribe 我們下條片再見啦 再見